Timothy 他就有追問941 他剛才有問過941 他說會不會買941 好過買銀色債券 還是623呢 其實他順便想問買623 是不是已經失去了 這個收息首選一族的光環呢 我想三個產品 三個種類的東西 首先我想Timothy 要看看自己年紀 是不是符合買銀債的條件 我不知道 大家只是看名字 我覺得他像年輕人 不知道 當然如果他比較老人家 或者是退休 你能夠符合買銀債的條件 我覺得當然今次買銀債是吸引的 因為保底色有4厘 其實是一個頗不錯的產品 但當然兩者沒有抵觸 就算你符合條件也好 我又不是覺得買了銀債 就不可以選中現套 不可以選623 也不是一定的 我覺得假設你可能當你100萬元資金 或者50萬元資金也好 其實你用部分去買銀債是沒有問題的 你就只剩下這部分去買中移動 即是兩邊都收到息 其實是沒有什麼抵觸的 再加上其實雖然中移動這樣說 剛才提到8-9利息 好像你只計算的息率是吸引過銀債的 但問題就是中移動也是股票 那股價都是會有些活動的 雖然它不是說很差的一個走勢 但都會有時是有動 有上有落 還有你也要考慮市況 如果市況很差 其實就挺強的股票 都是有機會會下跌的 兩者其實叫做沒有帝族的 我覺得你可以兩樣都考慮 但是當然 我想用類似產和產比 譬如你喜歡跟623比 兩者都有股票 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如果兩者比較 我同意其實選一隻941 我會覺得這一刻是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兩者都是派息股的 都是偏高息股的 但是623近年的業務 有一點點不同 又有Now 又有很多波動性的業務 娛樂雅相關也有一點 所以以這些因素來說 對於各國的股價的波動性 可能整體都會大過中移動一點 如果你真的求穩定求收息 你應該不要選擇這麼波動型 所以我覺得中移動會好一點 而且如果你真的比對股息率來說 理論上都應該是中移動還是高一點 沒錯 623只有6厘多的7厘 但是你941的時候是8、9厘 如果這樣比較 我覺得還是先投回中移動一票 是